大家好 我是魏魚田 迎接一個禮拜全新開始 今天東北近風減弱 轉吹比較溫暖的偏東風 各地在清晨的時候 溫度也是有稍稍的回升 不過例外就在花冬縱骨 因為地形的關係 像是在花蓮的鯉魚潭這邊 在低溫是只有11.6度而已 而預估今明兩天的天氣 都是蠻穩定的 像是在北部地區來講 白天高溫可以來到25到27度 而在中南部則是有26到30度 而特別是在近山區 內陸甚至可以來到30到33度 而整體來看 這個禮拜的天氣 算是有蠻多變化的 而且前後會有兩波的東北季風 來接力影響 首先第一波就是在禮拜三的時候 不過因為冷空氣並不強的關係 因此溫度上跟前一天來比 並不會有明顯的落差 倒是水氣偏多 在北台灣的部分 還有在東半部也是會有一些的局部 短暫震雨出現 不過雨勢並不會到非常的大 而到禮拜四禮拜五的時候 又會回暖一些 而在周六的清晨的時候 則是會有封面接近 同時東北季風要來接力增強了 而在這一天的時候 雨區會擴大到整個中部以北 還有東半部 連南部的山區也會轉為有雨的天氣 也就是說除了南部的平地是多雲之外 其他各地的降雨幾率都是偏高的喔 而在溫度上面來說 在禮拜天的清晨會是最低溫 而在北部地區 低溫是只有16到17度而已 不過到了白天開始呢 溫度又會有明顯的回升 也就是說如果大家要在這個週末假期 安排外出活動的話 建議可以排在禮拜天天氣會比較穩定一點 再等你關心今天全台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來看到的是在北台灣的部分 今天各地來說都是多雲稻晴的天氣 不過雲量上呢是有比較多一些 高溫部分可以來到24到26度 降雨幾率10% 再來看到在中部地區 今天一樣是多雲稻晴相當穩定的好天氣 而在白天高溫可以來到25到26度 降雨幾率一樣是10% 在往南部地區來移動 今天各地呢一樣是多雲稻晴 白天高溫甚至可以來到27到29度 局部呢還可以看到三字頭喔 降雨幾率是10% 而在東台灣的部分呢 今天雲量一樣是比較多的 降雨幾率可以來到20% 最後是在外島地區 今天是多雲稻晴的天氣 而在高溫部分可以來到了19到23度 昨天小丁寧要來提醒大家 今天整體來講呢 都是獨雲稻晴滿穩定的天氣 溫度呢也是有在慢慢的回升當中 不過在東半部來說呢 今天整體還是會有一些小小飄雨的現象 而另外要來關心是空氣品質 包括了中部雲珈南地區 都是有亮起了橘色燈號 因此敏感族群要特別留意 以上是這一集的氣象 感謝你的收看